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0日 星期五 下個星期 星期一又沒事了 所以今天的錢 一定是比較閃縮的 再加上下個星期 也是期止結算 所以很多人都要部署回去 我個人傾向看到 嘩 現在市場都很慘 你怎麼看呢 我起先 今年初四就看著8月會好一點 8月真的升了上去 8月之後 又下降了下來 8月的時候下降了下來 是有原因的 遲些再說吧 接著到最近 又好像可以升上去 8月 耳巴又打仗 所以變成就沒有8月了 水呢 是緊的 那接著到11月中 我們比較經驗看好一點 那這些原因 遲些再說吧 那我們現在再跟著看看 就是這個 再跟著下來的時鐘 就是看看 板塊方面 升的板塊不多的 金 半導體呢 那這些會升一些 那金的時鐘 有一個很奇怪的 那昨天 美國的10年國債 升了上去5L 那理論上呢 就是息升的話 是金做跌的 那一般的評論都會這樣說 分析這個感覺 所以今天 為什麼昨天升上去5L 美國國債10年 升上去5L 而金是會上升的呢 那一段時間後會說 啊 打仗啊 所以買金 那為什麼 打仗不是 打仗已經買金的呢 是打幾天才買金的呢 那當然有很多人解釋的 不是啊 今次打這個仗 是會打長一點的 那所以呢 之前的時候 就不知道看不看 走錢的而已 現在看到要走錢了 若然是這樣的話 金是先行騰雞 因為騰雞 所以升了上去 那理論上呢 股票 債券價格 應該會後來會受壓的 那看看下個星期是否如是 那我們再跟著看看 那麼個別股票方面 都不用看了 只有中芯國際好一點之外 那中芯國際是一個很奇葩的東西 前幾天呢 那些人就說 啊 因為呢 美國方面呢 是要打壓這個 是中國的芯片工業了 因此呢 中芯國際可能就會 含入於缺糧缺水缺蜜缺蜜的情況之中 所以就會有問題了 那同樣這個 很多其他中國的一半導體 這個正如故都會這樣 那為何今天中芯國際會升呢 那為何今天中芯國際會升呢 美國不打壓嗎 那很多事要看看 有時候要想想 喂 你美國打壓 會不會是壓死了呢 華為你的壓他不死了 會不會現在人家就說 你打壓好啊 那我就繼續發展咯 那你會退出的市場 那我就進來咯 那變成中芯國際現在今天升 是不是反映了一樣東西 就是他已經是可以 有方法 有魔術 是可以呢 是繞過了美國的打壓 而可以一枝獨秀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需要考慮的問題 就不要只說 人人都跌 是他升的 有時候就跟著他去做 不是這樣的 可能有很多樣東西 我們去看 其實要講實了 我們大家現在都要考慮 要考慮AI 大家要看這個芯片 大家要看半導體 我只是想問一件問題 大家真正好 好要認真去研究研究 想想這件事 我們對5G有多少認識呢 你6G有多少認識呢 對他們的製作工作流程有些認識呢 是不是一定沒有了光刻機 就做不到事呢 我們對這方面的技藝 對於這些工程的東西 是認知很少的 起碼我自己個人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會怎樣 因此就會有一件事 受到一個很表面片面的東西 他表面 他打壓了 我們就死了 同樣好像華為一樣 他打壓了 我們就死了 華為回來之後 他又不能死了 他在用這個5G的芯片 你偷美國的技術 如果他真的偷美國的技術 美國一早已經抓了一個打靶 很明顯 美國佬其實都說 他們是 這種技術 他們是未知見過的 即是說 華為被人打壓了之後 是零劈途徑 中心會說如此 這些呢 我們需要去看 不要只說 別人打壓你就死了 這世界是不一樣的 這世界是不一樣的 那裡有一個鎮壓 那裡就會有反抗 反抗是可以很 像巴勒斯坦的哈馬斯 這個反抗 反抗可以很殘酷 亦可以是如何呢 是促進他們繼續 是要 找出另一條是生路 那這個呢 華為告訴他們 中心國際會否如是 所以我們不可以去到 看得到 有打壓就死了 很多人仍然這樣說 一打一打一打壓 那我就不看了 不愧不愧不愧 就掛刀了 好啦 我再看看今天是 十分之不好 這個又碰到保利加通道底 碰到保利加通道底 碰到保利加通道底 跌了之後 有一點微微升 這裡還有一個裂口 是好的 要等到稍後的事 之中呢 是再破了才行 這一種的做法呢 是會我們看回 好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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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碰到保利加通道底之後呢 如果跟著回上去 第二天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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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本保利通道底裡面呢 第二天第三天 他們都會有一個回答 是不是真相聲 我不知道 不過 這個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因此 為什麼今天 就是一粗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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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它會回生的呢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有打壓 就會有反抗 現在這個就是打壓下來 我就反抗了 是不是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 以前再更加多一點的東西的話 我們都會看到這樣的 去年都是這樣的 打壓來到這裡 我就反抗了 上去那麼多 現在這裡的時鐘 我們會看到 我們跌得很慘很慘很慘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我永遠是樂觀一點點的 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 這個位置在這裡 這個位置在這裡 似乎我們現在 這個反彈的 這裡 都是跌了下來 是 是跌了下來 不過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上面這裡 跌下來 我們有兩條線的 可以做的 一條是這樣畫的 那即是說 這裡已經升破了 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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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下來 這裡才再辦都可以的 如果要畫第二條線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找得到 我們再畫多一條線 如果由這裡 再畫到這裡的話 我們也可以說 就是 升破了這個阻力鬼之後 我們來到這裡 如果在這裡可以再反彈上去的話 如果再見到這個孟狗的話 我們就一定可以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在哪裡呢 是以前曾經有說過 叫222 升破並不移 這個 亦都是一個 就是 畫多一條 大衣的線 那如果這裡的話 一定是穿 17,000的了 17,000的時候 16,000左右 16,000左右的話 那就似乎 可能是會 好少少了 這裏來到這裏 如果這裏的話 大約168左右 那就可能有支持 這樣就彈上去 那 怎樣做法呢 那 你問我 哪個位置有支持 我真正不知道 你可以猜 慢慢 就先下去168吧 因為168這個都猜了很多次的了 那 如果你真的來到這裏的話 那就很棒 看看它彈不彈 那麼第一件事 我們知不知道會有 他才說 8月有一旦 9月打不到的時鐘 9月打不到的時鐘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會有 哈馬斯 他們是打仗的嘛 有人說哈馬斯的籌備 籌備成兩個月嘛 那麼他10月發動戰爭 其實他應該在8月就已經開始 是籌備著了 那麼可能他在籌備著 已經有人知道這8月沽你下來 你可以有很多的股測 股仔是有得股的 也都可以說到 好似真的一樣 但是 不要理他怎樣 我現在只知道就是 世界和平 才有利股市 好了 我們再去歧視 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 今天可以找些什麼股票留意一下 都很慘的 留意一下東風集團 東風集團489